哇 整個都亮起來 按下啟動鍵 製作穩定電網的模擬機組 讓發電與除能系統都動起來 它發電的過程就是 把空氣罐裡面的壓力釋放 打開 所以打開以後呢 壓力以後去推水 因為它只有一個地方可以走 去推動那個水罐 水呢因為一邊有很大的壓力 所以它很自然的水就沒有地方走 它就只好走到這個管子 去推動水能機 所以水能機就發電 發電以後就併完 所以水是不是全部都流到這個水槽裡面 在這個水 在這裡面的水全部流到水 所以當全部都流完了以後 它就不發電了對不對 因為它沒有水了 你看日月才能流下來全部都沒有 那現在我要把它 把它除能除全 現在所有的水是不是在這個水槽裡面 水槽喔 OK 那這個水槽裡的水 我們要利用水bump把它打回到氣罐 打到水罐裡面 所以就利用太陽能 風力 或者 或者活力發電的這個剩下的電 我們講夜間離風的電 這個離風的電呢 水bump 這叫水bump 就是這個馬達 把水 這個水裡面抽起來 打回到這個水罐裡面 打回去水罐其實就是 我打還好 我們剛剛講400公尺嘛對不對 所以我這個水罐我們就要打到400公尺高 所以你有沒有打到400公尺高 水就擠到這個水罐 對 水罐裡面的空氣呢 一樣沒地方跑嘛對不對 對 所以它就跑到氣罐裡面 所以它就變成一個循環對不對 它一直是一個循環 一個內循環的系統 在這套模組上面 有太陽能 風力能 以及循環再利用的平面式水力發電廠 都是屬於捷徑能源 最重要的是 它是一個穩定電網的儲能系統 112年6月13日 美隔儲能公司舉辦 Power8電力膠囊記者會 丁聯軍董事長 透過簡報詳盡介紹獨家專利技術 那我們的系統就是風跟水組合的 所以整個循環型風跟水就掛在中間 平面式水力發電2.0 它是電力膠囊 利用空氣跟水做循環使用 如果我可以把高度 這個高度 這個日月潭的高度把它變成壓力 把日月潭上的水 變成水罐的水 把下面的池子變成水槽 所以我們就有一個三個標準的東西 第一是空氣罐 第二是水罐 第三個是水槽 藉由這三個作業 我們可以發展出日月潭 一模一樣的發電 我們把水從上面衝下來 它就可以發出一個水道水槽去 它就是一個利用壓力來發電的辦法 在日月潭水力發電靈感啟發下 丁聯軍與團隊研發儲能與發電系統 成功申請到專利 我們的專利已經申請到了 我們的專利內容非常漂亮 我在這裡跟大家講 我們在兩個不同的容器之間 一個是空氣 一個是水 在不同的物質 就是氣體跟液體之間 壓力在移轉的過程 產生電的方法 非常漂亮的專利 而且特別感謝戴士誠博士 花了那麼多時間 幫我把整個專利做得非常完善 丁聯軍創辦人 在接受媒體專訪時表示 Power8電力膠囊 希望有效解決缺電 和供電不穩的問題 現在已經與美國 新加坡 馬來西亞 和印尼等國簽訂合作備忘錄 物理除能跟化學除能 最大的差別點 最大的差別點 物理基本上可以持續幾十年 都沒有問題 或是上百年都沒有問題 那化學除能就是 比較像電子在正極負質之間 跑來跑去 那跑來跑去的過程中 就會因為時間的長久 會產生DK 會產生衰退 那會造成後續環境的 另外一個問題 那物理除能就是利用 胃能 重力能 把它轉換成機械能 再轉換成電能的方式 所以它基本上不可能 不會有衰退的時候 完全不會有衰退 所以它可以用非常的久 那從成本來看 因為你可以用很久 它的成本就會變得非常的低 相對於人就會非常非常的低 而且很安全 美格除能推出的 Power 8電力膠囊系統 具備許多優勢 可以持續穩定供電 並藉由空氣與水循環 達到友善環境 建置規模龐大 但施工周期短 可透過堆疊量化建置 在地上和地下都可發展 而且成本 是目前建置電池廠的一半 估計投資回報約在3到5年 每個儲能有機會 以電力膠囊 為綠電帶來巨大的貢獻 1.3.3 足飾 1.3.4 3.3.5 故障 3.4.3 3.5 5.4